下看 陛霞 你还记得咱小时候玩的那些能发出声音的玩具吗 挺多的 比如说小女孩我见过有玩小手风琴的 男孩喜欢玩的是牙齿鳄鱼 还有尖叫鸡 哎呦 字太闹得慌了 说这干嘛 你说如果咱要是把这些所有的玩具放在一块组成一个乐队 演奏古典交响乐 那你觉得会是一个什么样的效果呢 不是还能这么玩吗 肯定挺有意思的 这你就不知道了吧 昨晚在天津大剧院音乐厅就上演了这样一场玩具乐队带来的音乐会 我们一块去看看吧 橡皮猪 尖叫鸡 塑料键盘 这可不是玩具总动员 他们是来自意大利的玩具爱乐乐队 上百届玩具根据曲目轮番登场 为观众带来安娜布尔卡 拉德斯基进行曲等20首古典交响乐 热烈的气氛充满趣味的编排 将音乐会现场演绎成亲子狂欢 意大利玩具爱乐乐团呢 它是第二次来天津 通过一些玩具的表现形式来去演绎音乐的一些特色 所以说非常受到孩子们的喜欢 挺逗的 挺搞笑的 就是都拿玩具组成的 而且只会一节数都会跳一下 我以前没有见过他能演奏音乐 我觉得那个很有意思 为什么 因为那个是用水吹出去的声乐 这支乐队成立于2002年 是率先用发声玩具和玩具乐器演奏古典交响乐的乐团 把艺术表演融入日常生活 是乐团成立的初衷 这场音乐会也是2024打开艺术之门 暑期艺术节系列演出之一 整个暑期艺术节将持续到8月24号 本台报道